我是公务院,我叫傅孟台,是公务院的副组长 我想对于县市来看,它有几个东西 有几个东西各位是比较在乎的 所以我早上一开始的时候跟各位报告说 各位可能是很多事情很想做 可是你们应该本身的业务量就非常大了 可能没有办法很快速地掌握到这个讯息 可是我们在推动所谓县市 先不管哪个局处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对我们来看,对我们承办同仁来看 你可能想知道我的县市用电到底用了多少 被谁用掉了 那最好能人局或者是台电公司 或者哪些团队可不可以告诉我 他什么时候把电用掉了 我记得之前有个县市的先进去开会的时候说 我要推动辅导用电,节约用电 马路上人这么多,我到底要辅导谁啊 我总要知道我的对象在哪里 所以我们先看看早上这个课程 会跟各位先在要性地跟各位来报告 虽然讲义里面有很多资料 但我们希望是用导读式的 让各位知道说资料去哪里来 那一般我们刚刚 那我们来看这一块 用,它的point是哪一个 那我们想想看台电的售电量 它只分两个 一个叫电灯用电 一个叫电力用电 可是我们智慧节电里面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会把所谓工业用电给去除掉 所以针对服务业跟住宅用电 那广泛的服务业的话 它含机关学校都含在里面 所以用这个观念来看看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 为什么台电公布的家庭月均用电 303度跟能力统计年报的 460.67度是不一样的 台电公布的家庭月均用电 它只公布到电灯用电的 表灯非营业用电 可是大部分的集合住宅 尤其六都 你会有所谓公共设施的用电 但是它属于电力用电 所以各位看看 刚刚徐克长讲说 电力用电里面 X93有个叫做 无法归类的家庭用电 一年大概是27亿度电 这两笔电加起来 才是我们所谓的住宅用电 所以各位知道说 为什么台电公布的月均是303 我待会跟各位报告 我们来解析一下 为什么大家觉得 一个月303度 那我家是不是超耗电 可是你再把全国的受电量 住宅受电量 除上全国的住宅数目 很像也不是303度电 从这个地方去解析的话 后续你要推动 你才会觉得比较方便 那我们看看住宅部门的用电资讯 跟各位来报告 我们把往前抓13年 所以各位知道说 各位讲义里面就会有这个 表灯非营业用电 百分比 大概占了94%左右 所以可以看 大概有6% 6%大概是27亿度电上下 它会放在所谓的公社用电那块 公社用电里面有90% 集中在6度 所以假如说我是在南投 比较偏乡 你要推动所谓 集合住宅地下室的公社 或其他公社用电的话 很像就不是这么合一的 因为你公社用电本来就很低 可是对台北市新北市来看 假如你要推所谓的 点灯时间超过12小时的 地下停车场或住宅地下停车场的 几个用电的话 很像可行 因为地下室的灯大概是24小时全亮的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说 我们从资料哪里来 它变得非常重要 这是全国的 那待会下午会跟各位报告 我们心目中都要把县市的用电 把它盘出来 各位想想看 你们县市里面的这一块 大概是占了94% 还是占了80% 还是占了99% 只要屏东的话 不好意思 屏东这一块就占了99% 在屏东的话 很可能很少人住所谓集合住宅 大概透天联洞会占大部分 那台北市要住到透天的话 可能家里要有一点点银子 要不然大概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从用电趋势来看看说 我们的对象在哪里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觉得说 希望有个机会 有个工作方跟各位来报告 因为你们都太忙了 假如说让你们远离办公室的电话 来到这边一天 那我们好好跟各位报告一下 有些哪些东西 我们团队经常会讨论到 也跟各位来报告 所以你就有印象 你回去看看 你们的用电 这两笔的百分比到底多 到底多大 假如那个东西 只有一趴两趴的话 要推 很可能就要讨论清楚 当然我们要到很多资料的话 你资料来源 你就要看看说 我资料是从哪里来呢 当然从行政资料来源 行政来源 调查量测跟模拟 我认为对于县市来看 你要把大部分重点 摆在行政来源跟调查 量测要花太多的费用 所谓你非必要这样做不可 甚至做模拟的话 我认为还是要做所谓 全国性的做 或者分区来做 它效益可能会好一点点 中间要花到比较多的费用 所以假如从行政来源的话 我们就看看说 有哪些资料我们可以取得的 比如说行政来源 各位看看 各位就要善用能源局 善用台电公司 能源局有非常多的资料 公布在网站上 还有工员院 还有台电公司 主机处 营建署 都有非常多的资料 公布在上面 比如说很多县市的问说 我要问空户率 台电从来没有公布 所谓空户率 它只公布所谓的 未打底度的住户 台电的话 一期对住宅来看 一期没有超过40度 叫未打底度 可是相对的在营建署资料里面 它是一期 是没有超过60度 叫未打 叫做空户 另外在所谓 买卖的房屋网上面 会有空户率 所以这资料 你才能看看说 我来分析 我各个县 我们自己县市里面 空 所谓未打底度的户数 集中在什么地方 那我资料不够的话 我怎么跟台电要 台电可不可以 假如说受限到各支法的问题的话 你不能给我到各户 起码你给我区块 像桃园 桃园今天应该也有先进来 对桃园来看看 桃园事实上是一路人口非常高的 要看它移到哪里去 移到南侃吗 还是移到哪边去 所以最后你要分析的 户军用电的时候 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然后另外 刚刚讲说做调查 然后每个县市的消费行为 都不一样 每个县市的消费行为 都不太一样 你要看看这个县市 像我们之前做过调查 我们讲说台湾很多家庭 用电热水平 跟所谓的桌上 10公升温热型开演机 南部县市 大概温热型开演机占大部分 北部的话 电热水平占大部分 因为泡软能查非常方便 所以你要做这种调查 做得比较细的时候 再对各县市来看 你就需要往下展开 所以为什么 下午一个课程 跟各位来报告说 假如你要调查的话 你要去哪边找资源 你的样本书 应该怎么来规划它 最后你有这个了解以后 你就可以发包 那资料你就可以用了 所以我们希望 让大家知道说 你后续要推动的话 资源到底在哪里 还是有个电话打过去 对所谓的调查分析 我就建议你打 03-591-5855 那个叫廖文华 下午的讲师 他就告诉你 会讲得比较细 我希望各位要做事的时候 有个旁边的人在帮助你 这个就是伙伴的观念 跟各位 另外所谓量测跟模拟 我想各位可以参考 假如说实在能力上也够的话 到不妨从这个角度里切看看 那我想还是 因为我们的资料 跟台电公司 有一点重复 我想快一点点 那家庭用户 各位只要上节能元区网站 都不用抄 你知道打节能元区 到Google里面 应该都第一 进去以后 你就进来看 只要是所谓的 那个县市用电 你们点进去 你会发现说 我们就会有个 自己电自己身网站 你点进去 这跟台电网站会差在哪里呢 我们有花一点点费用 花一点人力 我们把它做成图示化 所以用table的方式 把它图示化 各位 你只要在这个台湾地图上 点你自己的县市 你的县市的用电量 全部就会展示出来 但是跟各位报告 会有一点点慢 因为这个网站 要连到美国去 再连回来 但是你只要买 伺服器版的话 那几百万 我们可能花不起 所以我们尝试 用这个方式先放上来 但其他基础资料 非常快速 那是没问题的 但是用table的图示方式的话 跟各位报告 会有一点点慢 各位要点耐心 那可以从这边找到 我们相关要的资料 当然在台电公司里 进来的话 也可以看到说 就刚刚徐科长讲的说 台电公司里面 系统都要两个东西 一个叫公司治理 我一开始找 所以也找不到 用电量跟公司治理 什么关系 慢慢我知道了 进去所有网站设计 都是跟所谓 跟我们的门链一样 上链下链横批 对不对 横批你要注意到 所谓公司治理 点下去 它就有相关的公司 经营时机 统计资料 里面的资料非常好用 可是我建议各位 你看到资料 就把它当落下来 因为明年就不见了 明年它会换新的进来 新的一年度资料又进来了 它不是重叠在那边 所以建议各位 就把它下载下来 我的习惯 只要看到台电东西 假如说它没有档案 我就hard copy 有档案我就下载 因为它的资料 随时会动态的 所以用这个方式 所以刚刚有讲过说 我们智慧节电计划的资料 都会在所谓的 业务公告项目下面 各位知道 从哪边进去 然后这边进去 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然后另外假如说 我们在业务公告进去的话 对住宅类来看 你就看看说 刚刚徐科长 特别说明说 村里用电那一块 村里用电那一块 那事实上它之前 应该是跟环保署 EcoLive有点连接性 所以很多眼尖的县市 会把它加总 发现说 为什么跟其他地方公告 数据有一点点差距 那你看每个县市后面 都有一个叫做 无法归类的村里用电 那像桃园市 刚刚特别提桃园市是 因为桃园是结合护证市 光环保局或金发局 没办法处理这个市 所以他把护证市拉进来了 那场会议我有参加 好 那护证市说 那没有问题 台电把Lodata倒出来 我把所谓 我把厘清除它的区里的以后 把你倒回去 你刚刚说 它只有到什么里 或者它没有里到几号 是因为这时间非常长了 那桃园县就帮忙 就把它厘清除以后倒回去 给台电公司 所以在桃园你可能就看不到 所谓无法归类的区里用电 所以我建议各县市 假如你有这个问题的话 不妨跟你的护证单位 把它联系 护证单位可以做这件事 那就可以厘清 尤其我们现在国内 应该六到七个县市 有办区里用电竞赛 每个月会公布 所谓前三名后三名 然后不管是台南 高雄 屏东 台中 很像都是市长亲自颁奖 这个资料你才有延续性 那找到不一致的话 没关系 刚刚徐科长说 上面有台电的电话 就可以跟他做联系了 这个是资料取的部分 可以从那边来 那另外看看说 台电也有个资料 你可以看 台电事实上 它每个月都会公布 所谓曲线图 里面有两张 一张叫做家庭的用电曲线 两条线 一条是用电量 一条是用电费 我为什么要特别跟各位来报告 后续您在推动的时候 您要了解观念 我们做过问卷调查 台湾绝大部分的民众 只知道他一起缴电费 缴多少钱 可是他不知道一起花多少电 不妨你们回去也测试看看 他知道我一起可能是1500块 几度电 他不知道 但是对于民众来看 他也知道我们是六级店家 用越多越贵 超过1000度 像一度电7块一毛 他很清楚 可是他不知道用多少度电 然后各位看看 台电的电飞单上面就会注明的 你的日均用电 还有跟你的同种类 同区里的平均值做比较 上面都有那个资料 同栋大楼也有做那个比较 你们可以善用那个资讯 那后续看看台电公司 愿不愿意把这个资料做分享 那我在各县市 于其六都 我还推动所谓 集合住宅推动的时候 那你给我哪些 动大楼的平均用电资料 我要推动也方便 我想台电有多资料 各位可以善用 另外一个就是之前有发生过 很多县市来简报的时候 发现说 他算了日均用电 怎么跟别人都不太一样 因为他误会了 也可能是他的幕僚单位 或者他的顾问团队误会了 住宅部分是两个月超一次表 两个月超一次表 大概是59天到61天 我看他超表日数 所以他基本上会除60不是除30 除30他用电量非常可怕的 所以你们在看他台电的资料 那个住户资料 发现说一个月住户很多 一个住户比较少 大概不是一个水平线的 事实上要看台电 他那个月超表的户数 跟下个月不见的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看全年的资料 所以我们在资料解析上 跟各位报告 这个东西要特别留意的 所以刚刚讲说 我们看看台电资料里面 就会刚刚讲说 表灯非营业 跟所谓无法归类的 所以各位现在 我讲了很多遍 各位就应该有印象 我的无法归类的大概占多少% 台北市大概6% 新北市很像7% 台北市也很像7% 你就知道你的店 大概会在什么地方 然后另外各位可以看看说 刚刚讲说 各县市大概占9成以上 公社大概0.1%到12% 在南投我印象是 小书店下面一位 在南投要找到集合住宅或大楼 相对没这么容易 草屯说不定找得到 可是人家找更里面 可能找不到 所以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 做结衣用电 我们先盘一下 我们手上有什么 我们了解以后 再来规划 我觉得会比较好 所以公社 所以这边 我们也特别把它框出来 那红色框起来 就是你的公社用电比较高的 那各位发现说 有个数据非常接近 很好 是很有意思的 公社用电一年大概26到27亿度电 全国的包灯用电 路灯用电 也是26到27亿度电 差不多 只是好记忆 所以以后别人问你这两个数据的话 知道27 差不多到哪边去 所以各位看看 有些县市 这几个县市 就是因为它的都市化程度比较高 所以它的公社用电比较多 所以各位回去在规划 甚至跟你的团队在讨论的时候 我想针对所有的集合住宅的地下停车场 或者是室内停车场要补助的时候 我要求点灯时速超过12小时的 我要求规范它 我要补助它 你就有个依据 我记得之前宜兰很像最早有提过 假如你们没有好好节电的话 在这个 那个叫南洋溪是不是 让人家树个看板说 谁不节电 这样子 哪个距离不节电 当然这个是激励方式很好 但做起来当然有它的一些反弹 像很多县市 愿意公布前三名的距离 跟后三名的距离 我认为就是很大的进步 因为终究除了鼓励人 也会得罪人 之前我记得台北市很勇敢 就公布了冷气不外泄的 我印象第一波包括区城市 台北市应该比较少看到 冷气不外泄的 所以用这个方式 可能是我们就往良性这边来看 所以告诉个观念 针对住宅用电这块里面 我们一定要把它先区隔这块 那区隔这块 你看全国住宅的成长率 平均我们大概多少 平均大概4.02 你看看你的县市是 属于4.02以下还是以上 这个十字架自己可以调 你看看你属于哪一类的 但是并不是它表示 向上升就完全是不好的 比如说桃园 它可能是一路人口数非常多 只要以后捷运到哪边去 那边人口数可能就会变多了 很多县市你要看看你老街 会不会老街的护军用电非常高 比如说新北市有几个县市 老街的护军用电非常高 为什么 我们不是刚讲说 平均一个住宅 一天那个一个月大概461度吗 夏天比不是夏天 一天大概多5度 大概冷气加上 所谓的电风扇 加上冰箱用掉 你有那个观念以后 你就知道说后续你要推什么 之前有人问说 为什么是冰箱 因为夏天热以后散热不好 散热不好以后 它耗电就会上升 所以你就可以去推说 家里现在大家都喜欢 把家里弄得非常干净 有纸箱折着就往墙壁塞 就把冰箱 我们预留要散热就把它塞满了 家里很整齐 用电是上升的 所以你在推广上 你就知道你的着力点 会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看看 你们县市到底是在哪里 原因会在哪里 甚至有些老街 它可能是仍然在营业行为 它是租房子的 可是它店仍然属于 表灯非营业用电 对台电来看 它仍然属于表灯非营业用电 它会把你的整个用电 在那个区里面 把它往上拉 有可能 对新北市 张树里一带 还有另外就是 可能是三峡主寺庙附近的商圈 都可以试试看 这个会不会造成你 数据判断的时候失真 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有些哪些东西台电帮得上忙的 我觉得台电应该在资讯上 来帮大家的忙 这一部分 另外在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自己电 自己省网站里面 后续我们会把它 会做得更多一些图示化 让大家更方便使用 比如说刚刚绿蒙讲说 是不是有个团队 可以用这种虚拟的方式 放在网站上 让大家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因为终究 刚刚记得有个县市说 它一个案子标出 标的四次都没有标出去 那有没有个团队可以 把基础分析放在网站上 让各位好用 方便用 再透过不定期的 这种陪力训练班工作方 告诉大家 我们做了哪些 你们可以怎么用 这是我们后续希望做的 所以这边就可以清楚看到 红色当然不是很好 你会发现说 去年的话 大概三月以后都是红色的 去年全国住宅用电 增加了21度电 这个就是我们看看 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另外在我们Tabular里面 在刚刚讲说 我们图示化里面 我们以新竹县为例的话 新竹县的话 你看看 你三分之一的家庭用电 都集中在竹北市 竹北市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的 所以你看看它 它所谓为达底度互助多不多 你应该要做什么东西 所以你在我们系统里面看 就知道说 原来它占了几乎三分之一 后续分析 我们再看看说 台电到处来的 那个Open Data里面 可能新竹县有香山区 新竹市也有香山区 因为它供电的网不太一样 所以判断的时候 很多幕僚团队就帮忙厘清 为什么会有那个状况 像这边你就知道说 我可能成长率最高是坚实 为什么 是它以前太低了吗 它现在突然变高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找出那个点以后 就容易来判断 另外在台电资料里面 可以看到说 平均每户家庭每月用电量 303度 比去年增加了非常多 跟各位报告 它就是电表户 台湾全台湾行政户 大概是849万户 可是有1200多万颗电表 表示很多人家里是两颗电表的 对台电这样来分的话 你家里是两颗电表 你就叫两户 你就叫两户 所以我们这个资料 你要判断出来 所以你要分析这一块 然后各位要判断的时候 就可以要计算的时候 知道说原来家庭每度电的 平均售价是2.57元 尤其在中南部的县市里面 你就要判断说 或者比较偏乡的城市 你要推广节用电 你就要判断说 他们的电表数的平均值 大概多少 为什么 因为120度以下 一度电只有两块一毛 所以你两户有240度 是非常低价两块一毛 我家里是两颗电表的话 就有240度是非常低价的 我有三颗电表 600多度 全部是低价的 所以你要跟他说 可以省很多钱 对他是无感的 对不对 因为他有两颗到三颗电表 把它share掉的 针对台北新北 这种都市化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 我一层都可能就一个电表 我平均下来 一度电就3块多 这个是各位在所谓资讯分析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看 就是我们用这个方式分析 就是说一个是303 一个是460 点47或72 大商有那个观念以后 你们回去看看 你们自己的资料 大概落点会在哪里 以后你要做推动的时候 你也会比较方便 所以这边看 我们把它特别 行动能特别把它画出来 下面这一条 就是台电的家庭月均用电量 这个是我们行政户的 这样才能对得起来 所以后续假如说 他们家只有平均303度 那就看看他几颗电表 这样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另外针对所谓服务业这块里面 一样服务业里面有几个 一个是电力用电 一个是电灯用电 电灯的话 它就是表灯营业用电 对台电资料来看 应该有96万户 各位全国的中小用户 大概是125到130万户 表灯营业用电户 大概是96到97万户 大部分你看到服饰店 可能是眼镜行 或者书店 可能都属于这一类的 对你们推动的话 你可能就要跟其他 工商发展科做链接 因为它有些是租房子的 你跟台电要的资料 它原来登记可能眼镜行 可能生意不是很好 现在可能是卖衣服的 可能变服饰业的 所以在你们后续 要推动的时候 可能也要进一步 厘清才不会失真 另外电力用电 当然在台电资料 把它分成大用户跟小用户 我下午会有一个 蓝图的方式 跟各位来报告 我记得到南部的县 去拜访他的时候 他说他打电话 去抗议 这个整个服务业用电 上升都没有好好管 后来就跟他报告说 局长我们先看一下 在丙图好了 为什么 因为大用户是节电的 800以下是浪费 是增加用电的 甚至表 营业用电户 是增加更多用电的 不好意思 这个很像规现实管 可能不在环保局 可能在金发局 所以我们把它盘清楚以后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到底有哪些对象 是值得我们去辅导 去厘清楚的 当然在我们网站上 事实上都有资料 这个资料都在网站上有 所以各位可以把它下载以后 以色谈存起来后 做分析 各位看看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可能是大用户多少 小用户多少 甚至所谓 他的表灯 营业用电户的趋势值 假如说最近几个县市来看 像台中很可能就是 南投人会被吸过来的 桃园可能住宅部分 人口会把它移进来的 对台北市来看 他的服务业用电的 800以上比较多 他住宅相对 百分比就没有这么高 所以我们要看看 这一块 他的趋势是如何 那再来分析 当然我们把服务业 一样是把它做一个区隔的话 平均是3.03%的话 你是落点是属于 3以上还是3以下 3以下 到底是经济不景气呢 还是外流的 3以上到底是经济很好呢 还是说他用电特别多 比如说台南 他上抗议说 为什么他高这么高 他会高出这么多 因为南方 在火车站前面有个大商场 他多个大商场 这个就是各位去判断 像台南甚至他很多服务业用电 台南城大月印用电 移到所谓大专院校区的 一个月差一千万多点 所以我们把它离清楚以后 各位假如说离清楚 没有把它离得非常清楚的话 就想说可以跟台电公司联络 他会非常乐意协助你们 说为什么那个电号 突然会增加这么多 好像这个都可以做分析的 像服务业里面一样 我们就把每个月把它盘出来 各位上我们自己店 自己神网站 上都有这个资讯 每个月资讯都会有 会当做一个判断 然后一样服务业也刚讲说 可能会因为气候因素 像各位有没有觉得 现在天气提早热 已经提早热了 冷气时 开冷气的时间变长了 以前开到两点就可以关机的 去年我印象 别人跟我讲 去年可能要开到天亮 还有一个南部高雄的科长上来说 第一次穿短袖吹冷气吃汤圆 天气变热了 天气变热了 所以那个是事实 那事实的话 用什么方式我们来调整 当做你一个 规划你节电措施的一个蓝图 这个就变得很重要 像服务业 你就可以把三年资料把它调出来 这是全国的 你可以针对你县市 各画一条图出来 到底是哪个县市 会不会这个东西往前推的 所以刚刚跟各位报告 我们团队里面就把家庭工店 往前追13年 那13年什么变化 我下回跟各位报告 你追那个东西的时候 同时要把每个人居住面积 把它抓出来 那户军人口是把它抓出来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每个人居住面积 会变比较多的 人口变少的 用电变高的 为什么这两年 申请台电两个电表上 户数变多了 这个都是在 或许一个要判断的时候 很好一个参考值 像服务业一样 那假如说我们看看超过两亿度电 有多少呢 你要看看 800千晚上 这是某个县市 它的量 你知道你对象在哪里 这边你可能要结合 能源局的资讯 往下推 因为能源大用户资料在能源局 那就可以请能源局来协助说 这部分双方怎么可以合作 像不是中央地方共推节电吗 有没有资讯是可以帮忙的 在机关学校的部分 我就不多讲了 机关学校同样的在这个网站里面 就可以把它抓出来 但机关学校里面各位看 然后这里面就可以查询到近三年的资料 另外还一个说 各位可能不在各位手上 可是一定在县市政府手上 就是机关学校的填报网 像新北市 我印象是505还是550个机关学校 包括中小学校308所309所 资料进去的话 它会把你所有用电量全部都串起来 因为这个机制是已经把电号都送到台电去了 但是这个资料跟台电资料会有点不太一致 各位厘清楚 台电是根据你的机关学校用电量把它抓出来 四省电号里面可能有部分是会民间用电 因为有些办公厅是租用的 所以它提出的电号可能就不是完全是政府所有的 所以自己在判断的时候会有点不太一样 我想说时间有点赶 我还是希望准时让大家不要饿肚子 下午有点时间 我会把所谓蓝图部分到底要怎么规划 然后有哪些分析资料 那近十年来家庭的用电趋势到底是怎么样 我想非常简洁的 用导读的方式跟各位来报告 那我们这堂课就到这边 针对这边不知道各位有什么要垂循的吗 台电的资料的话是每个月十号以前就会更新 每个月十号会更新一次 然后刚刚台电特别讲说 为什么五月份或六月份要改版 是因为后来是把农林榆木放上去了 农林榆木放上去 刚刚台电也讲得很好 后续应该把它在电力用电户里面 哪些栏位是抓进来的 台电要公布的话那这样更好 它每个月会公布一次 每个月十号以前 所以你看台电网站上下面有一行 虽然字有点小 叫做每月十号之前会公布相关的资讯 全国用电量 你可以上能源局的网站 能源网站有两个 能源统计年报和月报 年报可能要第二年 月报的话有比较新的资讯 可月报的资料会随时在动态的 可以上能源局的月报那篮去看 统计月报那边 然后这边的栏位 目前还不能跟能源局的统计年报月报 把它等同一样 因为它抓的对象也不太一样 来 请坐 对对对 有 有 这能管理规定 八百千瓦以上 它就是大用户 大用户有它的义务 它要填报 它填报说去年做哪些节电的措施 它报到能源局 那你没有申报的话是要处罚的 大用户有那个义务必须要做 当初也是最早是一千 管制到一千 后来慢慢降到八百 他们应该有 团队应该有评估过 就我知道工业部分的话 八百以上 它应该在四千多户 然后占全国工业总用店 就将近七成了 它百分之非常高 服务业的大用户 我印象待会 下午那个秀卷经理 复理应该会谈 应该是不到两千吧 两千 大概两千左右是不是 一千四百三十的家 现在有针对服务业可以问他 所以各位看服务业的时候 因为在台电公布 那个电力行业别用电资料里面 它是广泛的服务业 广泛服务业里面 就会把机关学校给拉进去了 最后你看它有八页 倒数最后一页就会 九三九二 里面一个无法归类的行政用电 无法归类的家庭用电 才把这个二十六点七亿度 往回加到我们表灯肺炎用电 才是我们住宅用电 当然能源局也会加一些太阳能用电 把它放上去 所以想说这个机制清楚 因为之前很多公民团体问我说 明明台电写三百零三度 为什么你说不止 我就问他 你把三百零三乘上八百四十万 乎看多少度电 剩下一百多亿度电 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会有点区隔 那就跟各位报告 那我们这堂课就到这边 假如有什么问题的话 校内那堂课我还讲半小时 那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希望各位给我们指教 当做我们后续办这种 所谓工作方一个参考 这堂课谢谢大家 谢谢